劉仲智英文 劉仲智英文 那你在聽國上的難怪? 嗯... 對我來說,我聽到很難 而且因為我平時講習慣廣東話 所以英文比較少接觸 除了英文課 所以 所以,都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但是我覺得,聽得明一點就已經可以猜到大概的方向 還有,我覺得我的同學都很厲害 所以我就會主動去問他們 這個究竟是什麼意思?這個又是什麼意思? 你明不明白這個在說什麼? 他們都可以解答到我 但另一方面,你需要開工 那你需要休息一下嗎?或者是時間分配到嗎? 暫時,其實我覺得時間都可以說 不是說鬆動,但都可以去控制到 但是,因為它跟中學的時間表不同 中學,例如你有一段時間是規定要上課的 但是大學,它可能 例如早上沒有課,下午有課 或者是早上有課,下午沒有課 所以自己都可以在中間加插一些工作 或者是一些訓練下去 你的產品是什麼? 你把所有東西都放在上午? 每天都不一樣 沒錯,有些日子是需要上課 有些日子不需要上課的時候 都可以去安排 例如早上不用上學的話 例如做一點點健康 然後上課 所以都非常方便 都能控制到 所以 有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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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日子